日前南钢国中的学生口琴组及数学组出国比赛获得佳击 口琴组是由四人所组成的乐团 出国到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口琴节比赛 得到青年组四重奏组第一名 而数学组参加亚洲数学杯奥林匹克比赛获得一金一银的佳击 学校的同学有两个队伍参加亚洲杯的一个竞赛 第一个队伍就是数学杯数学奥林匹克比赛 那我们的同学非常的认真 荣获了一金一银的这样的好成绩 真的很开心 另外一个队伍参加亚洲杯的口琴比赛 在首尔 那他们得到第一名 由四位学生所组成的口琴乐团 团名为天空 参加韩国首尔国际口琴节 青年组四重奏组在各国高手如云竞争激烈下 以柴达斯坚奏曲展现出多年来的训练成果 获得第一名的殊荣 这次到韩国首尔比赛 让我们看见许多很强的对手 然后也让我们进步了很多 平常的练习时间 就是在礼拜四的早上的一二节的时间 我们有外聘的郭家院老师会来给学生做比较专业的指导 还有星期五下午的社团时间 有两节课的时间 由我来做指导 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花四节课的时间 在口琴上做练习 要将一首曲子发挥到淋漓尽致 引人入圣 如大师般亲临 就要精确掌握拍子 节奏与曲子的精髓 四重奏组的学生 除了口琴的喜爱外 不外乎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 练习再练习 才有今天的好成绩 当初从国小开始是一直练副音口琴 然后变得比较成熟的时候 老师就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吹半音节 后来我会选择第一步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步具有挑战性 当初会学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三四年级的半导 他有在教我们学口琴 我们就进一步的进入到学校的口琴社 我们都是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学习 在暑假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认真 每天都花了很多时间 培养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 还有他们对曲子的熟练度 学生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课业上的压力 当面临压力时 学生可以透过才艺疏解压力 提升对课业上的集中力 学校是个团队生活的地方 团队生活都会遇到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透过才艺的互动 也可以让学生独当一面 适应人际关系上的应对 只要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 去问队友 也会请教很多老师 或是去看表演 学习自己的技巧 我们之间如果骑了阵子 就会互相都退一步 然后就去找到最好的共同点 然后就解决那个问题 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 成功不是偶然 没有平时的努力去累积实力 就不会有好成绩 学生不再只能靠读书才能有出路 才艺也可以是第二专长 还能拓展本身的事业 甚至替国家争取最好的成绩 成功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 我们也经过了许多的努力 当中也碰到许多挫折 还有不会的地方 然后老师都会很耐心地教导我们 我们也会试着去突破各种困难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台下很多人 每个眼神都一直看着我们 我们都很紧张 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 在表演 在比赛之前紧张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有人搞笑给我们 让我们输解那个紧张 之后就比较好了 近年来为了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及学习力 在政策上推动一笑一特色的方针 用意就是让对课本没兴趣的学生 接触才艺 拥有另一项才能 让学生在欢乐学习中 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那在这边也再度地 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 表现得更好 更辉煌 那他们的口径的才艺 能够继续下去 以后能够成为他们一个的专长 或是成为他们一个职业 那对他们来说 都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据我所知 像我辖区的每一所学校 还有国中都有他们的特色 随便举例都好了 像我们南投国小 有口勤 有独轮车 有棒球 新街有棒球 千秋国小有棒球 我们国中 像南钢国中的 这个烘焙技艺班相当的有名 其实从小培养这样的技艺 能够让我们的竞争力能够扎根 让我们自己的基础能够更稳 无论是多元教育或是一校一特色 最后的教育宗旨 就是除了成绩外 更重要的就是学会独立思考 还有健全的成长 南钢国中的数学组 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亚洲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夺下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这次我们班上有两个孩子参加 奥林匹克亚洲杯的数学进士 一个得金牌 一个是银牌 其实这两个孩子平时的时候 对数学都很专精 那尤其得金牌的那个孩子 程度已经上到高中了 那银牌这个小朋友 其实他家境很穷困 不过他对数理很有天分 我一直在鼓励他 能够拿出自己的本领 走出自己的圈子 勇于去挑战 我从小就对数学有天分 然后经过家人跟老师的鼓励 之后学习更难的东西 不断的加深加广 终于在这次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能够跟这些各国的好手来切磋 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 就来自于香港 韩国 印度 菲律宾等国家 然后跟他们比赛也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这次能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学生成长过程中拥有无限的可能 过去填鸭式的教育 都让学生直到考完大学 或是出了社会 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 学生的竞争力就是要先了解自己快不快乐 了解自己的特色 发展自己与众不同的能力 平时的时候我都是用鼓励的 用妈妈的心态去带他们 然后错 我们要勇于承认 我们要很诚实 然后呢 对于不会的东西 我们要克服困难 上国文课的话 我都希望说 白话文的部分 我都是这样让他们自己去当老师 我从旁边来指导 于是我也受到他们的想法的启示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除了课本里面的知识之外 有时候也会补充一些课外的知识 然后像是上历史课的时候 有的那个老师会利用历史枯数的方式 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让学习历史不只是背诵 用课本上面的一些文字而已 然后比如说上书节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把课本里面的证明 再证明一次给我们看 然后让我们更了解 学生碰到不适应的环境时 有没有一个奋斗的勇气 这时 老师们就往往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老师不再只是丢书本里的知识 而是要能与孩子交心 了解学生的个性 改变上课的过程 勾起学生的上课兴趣 适时的教导才能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那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当然首要就是要试着去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让他对这个科目不会产生排斥 那试着在上课的过程中去设计 比较能够贴近真实生活的福才 让他们觉得说课本上面学到的东西 不会只有在教室里面能够用得到 那让同学可以在课后 他还能够去活用他们的上课所学习到的事物 那他们就会自然而然觉得这个科目是有趣的 我鼓励他们都是多元的去学习 所以又还有三个孩子去参加世界杯机关网比赛 这个三个孩子他们也对电脑方面 电脑程式设计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尽量说他们能够这样 有自己的学习的方向 尽量往自己才能去发挥 现在教育的政策就是让学生在多元教育下学习 配合性向所演称书的多元学习方法 才是教改的元切精神所在 不再是将课程塞入学生脑海中的填鸭式教育 我们的家长你们热心的支持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很顺利的参加比赛 那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老师的认真以及指导 让我们的学生在数学能力以及口径 这方面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那也要更感谢我们的同学 他们认真的态度 然后有这一项的一个成就 我想一校一记忆无非就是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那这几年我们看到南投县内的一校记忆的特色相当的多元 有发展音乐的 有发展我们美术的 有发展我们树里的 也有很多啦 还有音乐各方面都有 所以在这一方面 燕学是相当的重视 因为教育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教学 不应该框置在一个考试体制下的一个升学制度挂算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压力能够减轻 我们常常在讲有教无类有教无类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教育是相当艰辛的一项工程 那么很多的学生有些是良悠不齐 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输在起跑点 所以希望我们是立足点平等式的一个教育 能够有公平性 让我们每位学生都能够发挥 所以我们南投县在这几年的一校一记忆的推广 可以说是适性适所适学的来推动 成绩也相当的不错 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未来 透过学校及家长的引导都可以是未来的栋梁 但教育需要经费 不能再把教育的经费问题丢还给家长 应该适时地帮家长分担 不能让经费抹杀掉学生的未来性 经费方面我也希望说政府看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学孩子的才艺方面 能够做一个适当的经费来协助 那这样子我们学校在办学应该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那而且能够给孩子很均衡的来去发展他们的才华 那对他们将来我想应该都很有帮助 政府部门应该是在预算方面也要多重视 光是靠家长真的是相当的辛苦 尤其是少子化的年代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长心中的宝贝 我想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宝贝是最好的最优质的 学校提供出来的也是最优质最好的教职团队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未来的一个学程对外面的竞争能够衔结 我想不要输在五读之外 虽然我们的经费输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人员人才都是积极 那现在的经费面临到的问题 我在这边也很正式的 呼吁我们教育处不要再躲避了 像这样子有优良 然后又可以出去夺冠的这些学生们或者团体 应该要适时的来补助他们 而不是说让家长除了要培育自己的小朋友之外 出去代表我们南投县民来比赛的 都要家长自己来致富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也当然呼吁我们的民间团体 能够注意到我们南钢国中这些学生这么的努力 也希望我们这些民间团体能够来帮忙这些学生 来为我们南投县争观 升学率不再是学生唯一道路 一笑一特色的推动下 不再让学生走过以分数定输赢的升学制度压力 而是多元选择下轻松地学习发展自我兴趣 并且培养自主性学习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提供一个让学生发挥创意与自我发展的空间 民意新闻庄博军专题采访报道